由副县长王瑞德和动物乐园业者尤家富共同签署合作一项书 宣布南投县野生动物救护站正式成立 过去县内保育类野生动物有受伤的情况都会送到几集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但路途较遥远 现在园区愿意提供照护野生动物的专业 设置医疗服务站县府相信可加强县内野生动物救援的能量 野生动物有时候生物重伤以后 要送到几集的这个中心可以说是路途比较遥远 那我们属于乌溪县也是野生动物非常丰富的 特别是仁爱的这些高山峻岭之间 那如果送到几集就比较遥远 那我们有这个九九峰动物乐园来帮助我们 大家一起合作来救护野生动物 让我们这个台湾非常丰富的野生动物可以维持它 多样化的动物的系统 县远简吃盛吉里周中感谢有董事长的贡献和爱心 期许九九峰可爱动物园成为未来学校户外教学的参访景点 让更多人认识动物与大自然共存 希望这个救护站能够成为南投县野生动物保育的典范 也期待更多的民众能够参观这个园区 关于动物和自然的知识 我们南县政府来签签这个意向的时候 真的我们都感同身受 对我们的小动物那种关怀 也感谢管政府 感谢尤董事长 愿意来帮我们南投县 来救助这些野生动物 我也希望说我们南投县民 如果有看到野生动物受伤 我们可以直接把他送来这一边 让他们能够生命延续下去 另外在中台科技大学的协助下 园区目前也正在新建全台第一座动物放射治疗中心 希望提供更完善的救援医疗环境 记者洪一伦 曹敦正 采访报道